第106集 淮江邪清空在外言语两三句话 在折返地牢时 发现院女以为人所杀 沙子最后顿下的一点急用力 像是铁块木地坠在了纸面上 剪出毛躁的墨痕 墨瑶的心头一坠 眼皮跳动起来 那一顿似乎用尽了写信人的全部力气 后面的自己变得松散无力 仿佛绵长的叹息 说过万物是位君有先兆 这便是沐家衰落的开始 魅女是天生地长之灵物 大自然以双血肃起苦阁 草叶做起体肤 山水之秀万物之美 急于一身 上天既然如此眷顾了他们 自然也要同等地惩罚他们 魅女与怨女 双魂共有一体 极善与极恶 灰暗与光明 视为阴明两分 如同世间招募 魅女之美 注定要归于天地山河 不能被一人独占 否则天平失衡将会引起大恶 向往红尘的魅女 注定要与后来居上的怨女抗衡 争夺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直至被彻底地吞没 天生地长的换腰的短板 是不能化人 同样被天地孕育的魅女 她的短板是只能做人形 按照空清所查阅的点击来看 为防止大恶蔓延 这具无暇的躯壳 即是控制怨女的最后一道关卡 她像是一座华美的牢笼 禁锢了怨女上下流窜的 兴奋不安的极恶之魂 现在怨女被杀 等同于最后一道牢笼被毁 怨女之魂彻底无所顾忌 她虽然没有妖礼 却可以调动人心中的不平和愤闷 借机钻进任何一个 被她言语所蛊惑的人的身体里 她非但没死 反而绝处逢生 并且再不为人所控 沐槐将雷霆震怒 夜不能寐 怨女先前受扶植所控 灵魂受损 需要在宿主体内休养生息 短时间内不会有所作为 也顾不上改变宿体的意志 这也意味着 究竟上了谁的神 谁也不知道 但若是不做处置 任她修整好 恐怕她第一个便要血洗木家 于是 一场地毯式的调查开始了 先是最有嫌疑的几个 看守地牢的雅父 被秘密关到了 不见天日的地牢 随后是几个 在那天夜里被人见到 曾经路过地牢父亲的家丁 府内流言四起 一时人心惶惶 一向坐天坐地的白衣戎 在此之前就病了 在床上一躺 就躺到了年后 并未卷进这场风波 关足了十个人 沐槐将决定收手了 并不是她能保证 怨女一定在这十个人当中 只是她觉得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自己下自己 徒增烦恼 她将白锦叫过来 甜甜因操劳而干裂的嘴唇 阿姐 沐生不傻了 白锦抬起头 默默无语地望着她 眼里有一点责愿之意 白锦被白家精心培养起来 斩妖除魔无数 早就练得心硬如铁 不比寻常的娇弱女子 稍是如此 她还是难以接受 沐槐将的冷血与狠绝 在此之前 她听从空清道人的办法 为了涌出怨女之患 安排沐生卸出半腰之力 与其母同归于尽 一旦做成 便一次性解决了两桩的麻烦事 她强烈反对 不惜与她大吵一架 她只是觉得 沐生还是个孩子 先前被怨女蛊惑 差点失负 现在又让她弑母 慧眠网顾人伦了 即便她有腰的血统 至少还有一半是人呢 在她观顺地 靠在她怀里的时候 她能清晰地感受到 她冰凉的脸颊的触感 肌肤细腻柔软 和沐瑶小时候是一样的 爽绵绵的 而沐瑶年纪还小 从不知道 这世间所谓的正义 还藏有很多大人 才明白的规御 沐瑶未居沐槐江 循规蹈矩 只是每隔几天 小心翼翼地问她一句 娘 弟弟什么时候 能从黑屋子里出来呀 娘 弟弟怎么从来都不哭 恐怕是关在 汉诞堂里吓坏了 为什么不把他放出来 娘 弟弟已经七岁了 再不练功就要晚了 难道爹不准备把他放出来了吗 问的次数多了 但连堂塞的心理都没有了 冰雪般的小女孩 才是沐家新生的希望 而她和沐槐江 早就是腐朽的刀刃 你在如何 她不动声色地问 我要沐生留下来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我只要她是你我做父母 小儿做姐姐 白锦笑了一下 她明白她的意思 怨女的力量 还在这孩子这里 拿捏住了沐生 是对怨女最大的挟制 也是他们 以怨女抗衡 唯一的资本 好 她沉默扮上 带着苍凉的笑 点点头 不日 赫江回家一趟 求助于我爹娘 但你要答应我 从今往后 全府上下 谁也不许 再提陌生的血统 就当 她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十日后 白锦从白家归来 双手捧着一只匣子 匣子里装着 白家在极北之地 求来的 月破冰丝 织成的丝薄 裁下了细长的 窄窄的一条 梳子顺着 黑亮的头发向下 一梳到底 鲜手的手 捞起发尾 握在手里 露出了她的耳朵 白锦与她 脸贴着脸 在镜子里 看着她漆黑的眼眸 与气柔和 像是天底下 所有的 给孩子 梳头的母亲 高一点 还是低一点 她茫然的 眸子 慢慢地有了焦距 目光落在她脸上 定住了 她的线长的 睫毛颤了一下 用很小的声音 回答她的 高一点 好 她蜿蜒笑了 在眼尾弯下的瞬间 她在镜子里 看到了自己 细密的眼角纹 像是腐朽木家具上 拉出了蛛丝 不远处 是木瑶 懵懂稚嫩的脸 白鞠过膝 浮游一生 多少爱恨 正悟 神妖恩怨 在这一刻 都暂时远去 梳子这个动作 似乎变成了 她一生的事业 她将那条 皎洁的丝带 小心地 从丝绒内衬中 拎了出来 仿佛从废墟中 拉出了一线希望 束手将发带 扎紧的瞬间 终于咳出了 喉尖的那口心甜 沐生静静地 看着镜子里 那个清秀的男孩 高马尾梳起 发顶上露出了一点 美丽的白色发带 像是一只蝴蝶 垂着翅膀 扑服在上面 许久 她好奇地伸手 触摸了冰凉的镜面 这个人 竟然是我 要二 白锦牵过沐瑶的手 带她走到了墙下 你要看着弟弟 绝不能让她 把发带取下来 待沐瑶立了事 白锦终于 长舒了一口气 拍了拍她的手背 有什么东西 在她眼中 闪动了一下 从今天开始 弟弟便可以 从那间黑屋子里 出来了 她不顾眉宇间的 疲倦之色 终于轻快地 说出了答案 信指在沐瑶的手中滑落 柳福一伸手一接 用力揽住了 她消瘦的肩膀 浮现在二人中间的画面 慢慢地淡去 喵喵对上 她的眼睛的一瞬间 就知道事情不好 看她的神色 这段回忆碎片的内容 她也看到了 两人四目相对 妙妙睫毛慌乱地颤着 目不转睛地看着沐生 慢慢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静默地挂上了床帘 她的蝴蝶骨突出 形状优美 从背影看过去 还带着少年的单薄感 她手上的动作极轻 但不知是不是手抖的缘故 铃铛被她触得像动了起来 记忆碎片播放时 时间仿佛停滞了一瞬 歇进了另一段时空 结束之后 仍旧是天还未亮的冬日早晨 被子里早就失去了温度 林淼淼像是被扔进冰天雪地的人 脸颊因为恐慌而滚烫 身子却一阵阵地发抖 她回过头来 逆着睁着一双性子眼 盯着她的女孩 看了半啥 伸手将她抱进了怀里 她身上也没什么温度 衣服的断面都是凉冰冰的 林淼淼不受控制地打了个冷颤 她顿了一下 拿起床头木凳上放着的凹子 给她披在了身上 连衣服带人再次拥进了怀里 少年的手 温柔地抚摸着女孩的头发 半嗓才开口 一世之人 是个轻描淡写肯定的语气 头顶如有雷劈 妙妙刚才打好的副稿 瞬间便忘了个干净 我 她惊悚地想看着她的表情 却被她按在怀里动弹不得 额头紧贴着她的胸膛 绣着她身上的白眉香气 她突然想到了什么 隔着衣服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她的胸口 手软 温热地 没有了 她这才后知后觉地明白过来 钥匙 难道一定要长得像钥匙吗 这块回忆碎片不是给她的 根本就是为了解开黑莲花身上 忘忧住的道具 可是 她从来没有想到有这一点 她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这种事情 会被她攻略对象直接看出来 她在这场博弈中 早已由局外人变称了局中人 现在 局中人还翻船了 妙妙舔了舔嘴唇 放弃了挣扎 你怎么知道的 少年眼眸漆黑 嘴角带着鸡翘的笑意 手指顺着她的头发摸到了脖颈 指腹摸缩着她的血管 感受着她不安的脉搏 妙妙 下次聪明些 不要让人虚招声势的遗诈 就乖乖地承认了 妙妙五内俱烦 我就是你口中的意识之人 我也不想瞒你 她僵硬地靠在怀里 还是忍不住地问她 你 你什么时候怀疑我的 九章算术 勾股定理 沐生垂下眼眸 看起来魂不在意 九州之外 更九州 原理相同 教法不同 也没什么稀罕的 妙妙回想了一下 自己洋洋得意的战绩 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觉得自己 是个十足的傻瓜 黑莲花实在是太聪明了 装乖装得太久 她险些 忘了她敏锐的洞察力 只是 她从她怀里挣扎起来 崩溃地问 你既然起疑了 怎么早不问我呢 她盯着她的脸 看了半天 没看出什么 类似于 失望 抑郁 或者愤怒的情绪 你会走吗 她的双眸纯粹 倒映着她的脸 眼里还了一点 支离破碎的袭击 混合着 涌动的 黑色浓雾 啊 她愣了一愣 倒是没想到 她越过了中间 无步骤 静止来问这个 美好气地拨弄着手指 言语中露出了一丝委屈 我哪像你呀 走不了 她眸中爱勇 慢慢地消退下去 言语格外地温柔 好 去哪里都可以 只是 不要离开我 她摸了摸 女孩的脸 垂眸 替她系着忌惮 声音很轻 谁带你走 我要她 肆无全尸 你若 自己走 我就把你 她停下来 歪头看着她 自在斟酌自觉 想到 她似乎不太喜欢 被太粗暴地对待 她默默地将锁起来 改成了 关起来 林淼淼顾不上理睬她的恐吓 急得插了一嘴 谁让你问这个了 她愣了愣 眸中流露出茫然之色 林淼淼 都有一些 替她着急了 主动提示起来 我不是淋雨 我是 我是夺舍的 那个 切尸黄魂 嗯 她应声 林淼淼 眼巴巴地望着她 几乎像是 手里拿了个引雷器 高举双手 对着乌云 密布的满天 主动寻求责难 黑莲花生气起来 总是先隐忍 很少表现出来 可若是不让她发泄 她便容易暴走 可是 一道雷也没有等来 她垂下眼帘 眼中竟然反常地 泛起些许暖色来 她知道妙妙害怕什么 只是这个世界 人妖共存 世道乱了不知有多少年 她半腰直身 都没有吓跑她 难道她以为 一个夺舍 还能吓着了她 女孩的一双性子眼 坠坠不安 泛着水色 她贪恋地 逆着她的眉眼 顺了她的意 你 早就知道我的事 林淼淼如愿以偿地 引到了雷 正经微坐 清了清嗓子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 要瞒着你的 到这里以来 我总是做一些 奇奇怪怪的梦 她面部改色地 扭曲了事实 没想到 是你的过去 还把锅 全部甩给了系统 我什么也不明白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她小心翼翼地 瞅她 小脸埋在毛茸茸的 脸子里面 红润饱满 像是多汁的果子 抿了抿粉嫩的唇 你 介意吗 她走过去 粉了吻她的唇 又在那果子色的 脸颊上 流脸不去 半嗓才到 妙妙 不就是妙妙吗 不是鲫鱼 是林妙妙 从头至尾 都是这一个妙妙 说完这句话之后 她心里划过一丝 隐秘的满足 妙妙可能不记得了 她曾经对着 母瑶说过 她不就是她吗 是人是妖 又有什么关系 她将这句话 回送给她的时候 终于觉得 自己慢慢地 靠近了这团火焰 比旁人都有资格 将她紧紧地 拥在怀里 雄不放开 无论她是谁 无论她有 怎么样的秘密 只要是她 其他的 又有什么关系 她抚摸着 她柔软的耳垂 嗅着她身上 熟悉的质子花香 好想 让其他人也知道 我 为什么 她摟着她的脖子 被亲得有些糊涂了 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她的声音很轻 最好 他们都褪比三舍 没人敢觊觎你 林妙妙憋红了脸 气得将她推到一边 赤着脚爬下了床 你让开 我喂鸟雀 母声伸手一拢 将女孩拦腰抱起 灵巧地换了个位置 放回了柔软的床上 漆黑的眼眸望着她 纯粹地只剩下了暖光 我去尾 鸟笼摇摆 黄澄澄的骨子 像流沙一般倾泻下来 堆成了一座的古山 小鸟没有想到 半途而废的乞讨 竟然真的能换来吃的 双脚灵巧地 蹦到了石操前 抬头一望 望见了一双漆黑的眸 今天竟然是 大老虎来喂她 细细的石管猛地突出来 她噎住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黑莲花攻略手册 作者白羽摘雕工 主播暖阳 第107集 会了鸟之后 她将林妙妙的杖子 放了下去 穿好外衣出了门 牧生领起 放在石台上的湖 给前院的几盆 千叶吊篮浇水 水很快洒完了 她便望着 绿油油的草叶出神 冬日稀薄的阳光下 圆圆的叶子上流动着水珠 闪着一点的光亮 她漠然地摸向自己的心口 感受皮肤下心脏的跳动 放幽咒解开后 无数遗忘的旧时光 尽数涌回了脑海 她在脑海中 描摹着慕容儿的脸 一颦一笑 终于慢慢会成最初的 那个熟悉的人 在庄台前给她梳头发 言语温柔 小生儿的头发 像她跌跌 又黑又亮的 红螺帐前光线灰暗 一缕光 从帘子的缝隙里照了进来 落在她的侧脸上 甜静温和 模中是掩不住的怜爱 这样一个人 连恨也不会 她曾经有娘的 纵然步履为奸 因为彼此支撑着 也从不曾觉得苟且 离开花哲的前一日 她从抽屉里 拿出了那把 闪着荧光的仙家之物 断月剪 在她急腰的长发上 比划着 她长久着望着 镜子里她的容颜 似乎想要将她的脸 刻在心里 小生儿 娘问你 说过有一日 娘不再是娘了 你会害怕吗 她仰起头望着她 惊异地发现 她虽然笑着 眼睛却红得可怕 旋即 两滴烟红的鲜血 从她眼眶中掉出 猛然落在雪白的塞边 娘 你怎么了 她惊慌地伸出小手 抹花了这两滴鲜火 她握住她的手腕 微笑道 生儿 这是离别之泪 娘 不会让你 变成怪物的 她说着擦干眼泪 拉起她的头发 一把剪了下去 齐齐剪断了 她那一头的仇恨之丝 断月剪乃仙家之物 断爱断恨 只能择其一 断了她与生俱来的恨 就断不了 她累积一生的爱 求爱生恨 与生怨 容娘握着她的手 怜爱地理了理她的额发 不要怕娘 娘会拼命地护着你 要活下去 而她由此 从六亲不认的怪物 退让一步 变作可以伪装成人的绊腰 时至今天 还依旧有爱恨 有情欲 有温度地 活在这个世上 她的手掌 按压着自己的心口 慢慢地 胸口的温度 传递到了冰凉的手掌 如果没有她 一切就不会发生 如果不是因为她 慕容儿也不会被怨你吞食 她便是那个祸根 少年翘起嘴角 自嘲地笑意蔓延 眼里含着一点冰凉的光亮 又一段回忆涌上脑海 那是在刚入幕府的时候 在一次吃饭的时候 白衣蓉一反常态地 提到了她 沐生还没有婊子吧 她不经意地问 沐淮江不以为意 白锦则有些奇怪地 看过来 我请人给起了个名 转运的 叫做紫妻 她一向折腾惯了 大家都习以为常 白锦默念了一遍 没有挑出什么措处 便笑着答应 那就叫紫妻吧 现在想来 那一日白衣蓉的语气 连装腔做事的冷漠下面 是挡不住的熟悉的温柔 那时候她还在 想尽办法告诉了 她本来的名字 只是这段记忆 应当在忘忧咒之后 为什么她之前 却不记得呢 少年醋眉 紧密的睫毛颤抖着 太阳穴一阵阵地发痛 忘忧咒一解 怎么还是会有 这种感觉呢 紫妻 脆声声的一声唤 将她从深渊中带出 她抬头一望 林妙妙将窗户推开 正趴在窗口瞧她 不知趴了多久 脸都让风吹红了 世界刹那间恢复了生机 鸟叫声和风声 从一片静默中挣脱而出 屋里的一点暖香飘散出来 帐子里的腹育 女孩温暖的身体 和生动的眼睛 似乎都是她留恋世间的理由 你干嘛呢 妙妙趴在窗口 眼里含着笑 手里提着鸟笼 悄悄背在身后 准备给她看看 生生的杰作 笼子里的鸟 将堆成小山的骨子 吃下去一个大坑 为了不掖住 而细脚慢咽着 还在上面喷了水 像是兢兢业业的雕塑件 雕刻出了风石蘑菇一般的奇景 丁妙妙看着她走近 准备等她乖乖地承认娇花 再怼她一句 狐狸还有水吗 谁知 她走到窗下 扬起脸 闭上了眼睛 将唇凑到了她的眼前 再等你 女孩顿了顿 脸颊上泛起了一层薄红 手臂在窗台上撑了一下 身子探出窗外 慢慢地低下头去 鸡 笼子倾斜了 鸟儿眼看着自己的风石蘑菇 哗啦一下倾倒 气急败坏地拍打着翅膀 这些日子里 沐生和沐瑶二人见面 几乎无法直视彼此 上一辈的恩怨纠缠 渊渊相保 两个人到了这一步 竟然说不清楚 究竟是谁对不起谁多一些 相比之下 沐瑶沮丧得更加明显 柳菇强硬地将饭碗 推到她面前的时候 她也只是吃了一点点 就没了食欲 白锦的信 几乎将她一直以来的信念 击碎了 傅爷 我真不知道这个镇 到底还要不要布了 布七沙镇等待怨女 是主角团一开始的计划 而现在 她的家恨另有因果 白衣荣是被怨女躲了射 支持她走到现在的恨意 几乎变成了一场笑话 桌上沉默片刻 柳菇异答道 你觉得 我们不做准备 倦女会放过你们吗 她的目光扫过母瑶 又无奈地望向了木生 木瑶并未开口 木生先答了话 不会 凌妙妙侧側头看她 少年已经低头 认真地吃起饭来 木瑶心里清楚这个道理 对于怨女 她是仇人之女 木生是力量之源 就算他们放过了怨女 她也不会放过他们 她叹了口气 不得不直视木生的脸 阿生 她的声音都有些声色了 不震波 木生没有抬眼 边夹菜边答 怨女不是她 吞噬了她的怨女 也同样是她的仇敌 在这样有一搭 没一搭的午饭中 计划被敲定下来 柳福一轻轻嗓子 打破有些凝滞的气氛 姚儿 她环视众人 叹了口气 道 唉 要是你实在不开心的话 我们办婚礼吧 桌子瞬间寂静了 木瑶愣在原地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巴搭 妙妙的筷子掉了一根 她急忙捡起来 兴奋地拍打起桌子 刘大哥 你在求婚吗 木瑶心是错愕 随即脸色涨红 妙妙 别胡 嗯 我再求婚 柳福一轻描淡写地 打断了她的话 熟和地凝视着木瑶的脸 拖了这么久 总不该拖下去了 我们成婚吧 大雪节气来临前 柳福一和木瑶 在吴方镇的 这套精致的宅子里 举行了婚礼 宁妙妙以为 她和木生的破妙婚礼 已经够简陋了 没想到 木瑶比她还要简陋数倍 连狭屁都没有 披了一块红色的纱巾 穿了深红的裙子 在厅堂里点了一排蜡烛 在小院子里拜了天地 就算成了亲 毕竟是原书里的男女主角 拥有原装的好壳子 柳福一温润 木瑶清冷 两个人即使穿着最廉价的衣服 手挽着手走进来 也是一对高贵冷艳的碧人 没有人比他们更加相配 成婚当晚 林妙妙亲自下厨 给新人们煮了一顿饺子 饺子是她和木生一起包的 个个软啪啪的 惨不忍睹 老起来的时候破了好多个 林妙妙非常愧疚地 将破了的饺子 都咬进了自己碗里 最后又让木生 倒进了她的碗里 你这么聪明 怎么就学不会包饺子呢 林妙妙支着脸 忧愁地问 少年看她一眼 似乎有些意外 微一闷唇 肯定地说 下次就会了 这么生气的吗 林妙妙还没有绕过弯来 穿着婚服的柳福衣开口了 她夹着一只破开的饺子 看了半天 妙妙 下次煮饺子撒点盐 就不会破了 哦 林妙妙懒然地点了点头 柳福衣放进嘴里 一尝笑了 妙妙 盐放少了 五香粉放多了 林妙妙憋了半天 让她今天结婚 哼道 知道了 盖着盖头的沐瑶 把盖头掀开来 露出了完美勾勒的红唇 小心地吃了一个 给妙妙解围 我觉得挺好的 柳福衣 柳福衣附在她耳边 她做饭实在不行 得好好练练 沐瑶忍君不禁 其实 我比妙妙 也强不到哪儿去 那不一样 柳福衣答得一本正经 你有我 我会做饭 妙妙捂住了眼睛 只从指缝里 看着他们 轻轻握握 柳大哥 吃完 快点动房去吧 柳福衣果然不吭声了 正经微坐起来 专心致志地吃饺子 一向反应迟钝的直男代表 在妙妙的调侃下 竟然难得的 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妙妙则好奇地 盯着沐瑶的 露出的嘴唇 从沐瑶出场开始 她一直是以 清清淡淡的形象出现 几乎从未见过 她浓妆艳抹的样子 妙妙心里 当气痒痒的 小心翼翼地问 沐姐姐 我可不可以 看看你的脸呀 可以啊 沐瑶顿了顿 抬起手刚要准备撩起盖头 便被柳福衣按住了手 我的新娘子 只有我可以看 你看算怎么回事 妙妙气急败坏地 哼了一声 两人的步子和缓平静 带着说不出的温馨甜然 心里欢喜 交杂着忧愁 说过剧情线 没有出大错 主角二人的成婚 标志着 捉腰即将进入最后的尾声 最后一个巨大的浪头 打来之后 故事在高潮中 假然而止 而这最后的关卡 是他们所有人的死结 回到房间 妙妙坐在庄台前 对着金子梳头发 想到了没看成的 沐姐姐的脸 气得给自己 涂了个红嘴唇 沐生坐在一旁 并不责怪 她大碗上的涂脂抹粉 而是一双眼睛 亮晶晶地看着她 眸子闪动了一下 我帮你画 你画 丁妙妙犹豫了一下 怀着好奇的心情 仰起头 闭上眼睛 看她画成什么样子 少年从架子上 取了一只细头的狼嚎 走到她身边 捏着她的脸 一笔青沾着朱砂 在她额头上勾勒 湿润的笔尖 扫在额头上 有些痒痒的 她闭起的睫毛 颤动起来 嘟囔她 好了吗 快了 她刻意地放慢了速度 端详她的眉眼 每一笔 都像是缠绵地 亲吻在她额头上 好了 她松开手 林妙妙睁开眼 凑在镜子前面一看 一朵赤红的五瓣梅花 小巧玲珑地 印在了额心 木生乌黑的眸子 望着镜子 安静地 垂脚微微翘起 妙妙从前 在竹蜻蜓上刻字 曾经用五瓣梅花 来代表了她 哇 林妙妙无知无觉 专心地望着镜子 想伸手去碰 又怕碰坏了 手指忐忑地 停留在额头的边缘 惊奇地称赞她 好漂亮啊 她扭过头来 兴奋的眼眸 撞进了她眼里 木生轻轻地 抬起她的下颌 吻在了她的额头上 哎 我的花 妙妙愤怒地 惊叫起来 往后躲闪 木生按住 她的后脑不放 故意压着她的额头 用柔软的嘴唇 将那朵花 揉成了乱红的一片 丁妙妙望着镜子里一看 活了不到一分钟的 五瓣梅花 已经毁尸灭迹 又看着黑莲花 唇上的一点烟红 吓了一跳 飞速地甩了条圈子给她 快擦擦 不是说了吗 朱砂吃了中毒 木生乖巧地擦着嘴唇 满脸无辜地 将她望着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黑莲花攻略手册 作者 白羽摘雕工 主播 暖阳 第108集 总是在天不亮 就起床练枣工的 柳福音和沐瑶 在新婚第二天 双双地起池了 日上三竿 柳福音才从房间出来 刚一出门 就撞见 林妙妙暴毕 站在她面前 逆着她 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 丢大哥 她歪了歪脑袋 双肌上的 闭色缎带飘动起来 性子眼 含笑地逆着她 没凶没臊地问 新婚快不快乐 这丫头 夜里种种地以你 涌回脑海 她掩饰地板起脸 张望起来 阿生呢 你一打枣 处在我们这儿做什么 妙妙调侃的笑容 收了手 说起了正事 柳大哥 能不能 借一下你的 九旋收腰塔 她的眼睛眨巴着 眼神中带着点 干涩的紧张和不安 柳飞一愣 下意识地摸到了 袖口的小木塔 奇怪的 你借收腰塔 做什么 这收腰塔 不是什么日用品 乃是法力强大的法器 别说 她驾驭不了 就算对方能用 她一般 也不会轻易出界 哦 陌生招鬼 我房间里 总是有小药触摸 实在是烦得很 我想借她震一震 柳飞一忍不住笑了 哼 曲曲小药 阿生一出手就灭了 你让她来 不要 丁妙妙气鼓鼓地吐了口气 拉着她的衣袖 焦急地摆了两下 我跟她吵架了 柳大哥 你就借我摆一个晚上 明一早就还你 好不好 柳飞一平生 最架不住姑娘家的撒娇 见她眼底发青 估计是实在不胜烦扰 才来找她 便从袖子里 掏出了九旋收腰塔 小木塔只有八掌大小 精致地像桌子上的摆件 不用口令操纵时 会一直保持着 这样小巧无害的惊态 即便是如此 拜一晚上 杀灭几个 骚扰人的小妖 也足够了 她将收腰塔 递给了妙妙 拿去吧 谢谢柳大哥 林妙妙的眼睛 几乎看成了对眼 双手小心翼翼地 将收腰塔拢着 慢慢地转身 一路小跑 回了房间 柳飞一看着她的背影 好笑地摇了摇头 出门买黄纸去了 房间里 林妙妙一个人 趴在床上发呆 手被垫着下巴 半少 才伸手拨弄了一下 面前斜斜立着的 九旋收腰塔 睫毛颤了颤 闭上了眼睛 她思索了片刻 飞快地爬了起来 抓起收腰塔 走到衣柜前 吱压一声 打开了雕花的木柜 柜子里涌出了一股 浓郁的白莓香气 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 堆得很高 几乎抵到了柜子顶上 两个骚包的衣柜 就是这么满 林妙妙无声地笑了笑 踮着脚尖 拿收腰塔 比划了一下 小木塔 只能横着 塞进上方的 那个小空间里 显然不太稳当 塞了几次后 她就放弃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 关上了柜子门 走到了厨房 清晨 几缕细弱的光 从厨房的窗口 设起来 投在灶台上 灶台旁边 是一个 一人高的漆黑的水缸 墙角布置着 简陋的架子 摆满了灯笼型的陶罐 再向上看 墙上盯着一只 放碗筷的梨木柜子 分了几个格档 林妙妙依次打开 从左往右数第三格 果然是空荡荡的 阳光照着格子底部的 一层薄薄的灰尘 泛着微微的白 妙妙将收妖塔放进去 那个柜子 像是为了收妖塔 量身打造 不大不小 刚好能够将其 藏在其中 妙妙关上了柜子门 将准备好的锁 拿了出来 锁住了柜子 后退几步 拿脚丈量了距离 在柜子四周 数米远的地方 小心翼翼地 移开了架子 贴上了三张符纸 伸手将符纸的边角斩平 压在粗糙的墙上 她拍拍手 呼出了一口白气 阳光下 无数细尘 在她手边旋转飞舞 妙妙将架子 吃力地挪了回去 上面的桃冠震颤 发出叮鸣鸣的脆响 挡住了墙上 城隍的符纸 按照捉腰的剧情 主角团走到了无方镇 便到了原主凌鱼 参与的最后关卡 此时 柳福一和木瑶成婚 带有白头偕老的架势 被木生折磨得 痛不欲生的凌鱼 失去了希望 彻底黑化了 她再也不奢望 柳福一能够将她救出苦海 不仅是木生 木瑶和柳福一 也成了她仇恨的对象 抱着拖所有人下水的扭曲心态 她完成了 她在这本小说的 第四次作死行为 也是林妙妙按照原主轨迹 进行的最后一个任务 用计骗走柳福一的 九旋捉妖塔 藏匿于厨房的柜子中 对外谎称是被妖物夺走 直接导致主角团 被院女困在阵中时 没有丝毫的招架之力 毕竟柳福一的法器 在这本小说中 是外挂般的存在 如果不是林妙暗中使坏 他们也不至于被逼到绝路 到了不得不有人 流血牺牲的地步 现在 妙妙按照几乎同样的方法 将收妖塔藏匿起来 只不过做了个小小的挣扎 按照悄悄和沐瑶学到的方法 在橱柜周围 用三张符纸造成了一个通道 只要她烧掉手中对应的符纸 便能将阵中的幻境 和实际空间连通起来 也就是说 真到了被困阵中的时候 她可以直接从幻境中的厨房 经过通道走到现实中的厨房 把柳福一的外挂法器给拿回来 妙妙将下巴埋进了绒毛的领子里 长久地放着出柜 最后用手试探地拽了拽锁 照在墙上的光束变暗 无数斑点状的细小阴影流动在墙上 妙妙回头一望 发现窗外不知何时 飘起了鹅毛大雪 发出轻微的酥酥声 距离院女工来 应该留有一周多的时间 大雪下了三天三夜 庭院里的一棵枯树 被雪压折了枝条 每天晚上都能听见 咔嚓咔嚓的声音 厚厚的雪像一床棉被 起伏地扑在大地上 映得天地亮得刺目 妙妙穿着陆皮小靴 咯吱咯吱地跋涉在厚厚的雪里 拿着一柄巨大的扫帚 艰难地扫着雪 头发和睫毛上 都沾染了白色的雪点 沐生掀开厚重的帘子一出门 就看到这幅艰难的画面 踩着脚踝高的雪 几步跨过去 夺过了她手中的条种 给我 妙妙抬起头 睫毛上的雪化开 沾染得她的眉眼都湿漉漉的 小脸射得发红 把一双厚厚的手套脱了下来 塞进她的怀里 给你戴着 沐生下意识地伸手往怀里揣 垂下了长长的睫毛 不冷 她张牙舞爪地伸出手 冰凉的食指 猝不及防地伸进她的颈窝里 脆声声地喊 不冷 还不冷 少年也不躲 任她闹着 伸手一拦 直接将她拖进了怀里 抓住她的手腕 塞进自己温暖的胸口 极黑的眼眸湿漉漉地注视着她 睫毛动了动 似乎含着一点的惊叹 你的脸好红哦 呃 热的 妙妙敏唇仰起脸 笑得傻乎乎的 眼睛都弯起来了 离得这么近 几乎看得到她脸上 蒸腾出的热气 沐生左看右看 忍不住压着她 在她夹上啃了几下 才放她离开 院中的雪 被扫帚簇拥着堆在了一起 堆成了几个山包 露出地面上 几个闪亮亮的光点 这是林妙妙第二次 见识七沙镇了 只是当时在静阳坡 离府走廊的那个小圈子 跟眼前这个 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收服院女 几人布阵三天 才画了这个大圈 几乎将整个宅子 围在了里面 现在清扫掉地面上的积雪 露出的也不过零星一角 妙妙强迫木生 戴上了熊掌一般的毛线手套 自己双手拢在袖中 哆哆嗦嗦地 看着少年认认真真的扫院子 看到堆起来的几座 小小的白色山包 眼珠子一转 双手比了个喇叭 紫倩 木生停下来 直起身子望她 漆黑的眸在冰山雪地里 显得格外的纯粹 她一回头 就望见女孩的眼睛 亮晶晶的 笑得很兴奋 别扫了 我们玩吧 她顿了顿 玩什么 妙妙已经弯下腰 抓了两把雪 把手里压成厚厚的团 木生敏唇望着她的动作 身子绷紧 进入了战时状态 林妙妙拢了三把雪 回头一望 见她僵硬地站着 招招手 道 你过来呀 木生望着她的手 她已经把雪 团得像人头那么大了 她的手有些紧张地 磨成拳头 估量了一下 雪团袭来的感觉 确认自己承受得了 无声地吐了口气 然后乖乖地 闭上了眼睛 你闭眼睛干嘛 声音突然逼近 她茫然地睁开眼睛 低头一望 妙妙怀里抱着 那个人头大的雪团 仰头奇怪地看着她 第一只手 还抓着她的衣巾 兴冲冲地 把她往一边拉 来呀 我们堆雪人 堆 雪人 她看着女孩 把那一团大雪球 蹲在雪堆上面 她很快又滚了下来 她顿了顿 再次蹲了上去 嘴里喃喃地道 头怎么又掉了 妙妙说着 再次用力地将雪球 蹲在雪堆上面 几乎把雪 堆出个坑来 你小时候 不是都没人陪你堆雪人吗 往后都给你补上 她蹲在地上 回过头腻塌 黑白分明的 性子眼中 带着小小的 得意之色 少年的睫毛 轻轻一动 还未来得及开口 林妙妙骤然一拍腿 恍然大悟地望着她 对了 我望了 这是拿树枝撑的 沐生按照妙妙的指导 捡来枝干 给雪人 安上了一颗 圆滚滚的脑袋 她握住她通红的小手 冷吗 冷 妙妙连带着她的手 一起搓着 带热起来了 伸手摸缩着 一把雪人光秃秃的头顶 她也怪冷的 说着 弯下腰曲 将了一片干枯的青铜叶片 小心地盖在了雪人的头顶 给她夹个帽子 妙妙心满意足地回过头 望见沐生看她的眼睛 安静纯粹的黑 仿佛一片平静的湖 偶尔有风吹过 荡起满湖的涟漪 湖中倒映出她的影子 嗯 好像还缺点什么 妙妙歪头望着雪人 眨着眼睛 慢吞吞地戴上了手套 鼻子 她低声答道 对对对 她兴奋起来 拿胳膊肘捅了捅她 以一种怂恿的口吻对她而语 你快去厨房 帮她偷个红鼻子来 柳佛一捏着黄纸从廊中经过 看着窗外两人扫地扫到一半 扔下扫帚堆起雪人 蹲在一起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无奈地笑了几声 慢慢地夺回了房间 掀开帘子 屋里迷散着一股奇异的香味 她边进门边打去起来 什么味道 这么香 木瑶背对着她 弯腰在香炉里添着香 文言顿了一下 手声道 妙妙送的香 小姑娘家总爱弄这些香 联想到 雪人的鼻子 一般情况下是鲜艳的胡萝卜 但妙妙不吃胡萝卜 在厨房里找到一根胡萝卜 变成了一件棘手的事 木生在厨房走了一圈 翻腰掀开了储存蔬菜的箱子 在角落里 艰难地挑出了三根形状各异的胡萝卜 揣进怀里 经过橱柜时 她目的停住了脚步 回过头去 奇怪地看了一眼 这么多年 她早已形成了不动声色 观察周围环境的习惯 即使是在绝对安全的地方 也会下意识地记住 各个事物的方位和特征 第三格柜子外面 多了一把斜挂的小铁锁 这把锁很新 还有些面熟 她迷起眼 回想了一下 得出了结论 是灵妙妙 从他们房间的抽屉里 拿出来的 说过没记错的话 这个柜子 本来应当是空的 木生站定在柜子面前 目光落在了锁身上 含了一丝 捉摸不定的意味 犹豫了几秒后 一张符纸拍在了锁上 伸手轻轻一扭 便将锁打开了 打开柜子门的一瞬间 九旋收腰塔的威压 扑面而来 小木塔端端地立在格子里 耀武扬威地俯视着她 木生逆着柜子里的小木塔 眸光幽深 手上把玩着小铁锁 显见得不太高兴 哼 又藏了柳福一的东西 停了片刻 她伸手将收腰塔拿了出来 一圆样锁好了柜子门 转身走出了厨房 她沉着脸 快步走到了柳福一的房门口 一脚掀起了一阵冷风 想了想 放下了敲门的手 毕竟是贵重法器 须得交于本人才算稳妥 木生转身走到院中 踩进厚厚的雪地里 留下一串明显的脚翼 行面碰见了在院子里 拽诱的柳福一和木瑶 两人并肩走着 木瑶骤然看见了她 目光不太自然地 扫向了别处 这几日 他们都是这样 不甘不尬地相处 阿收 柳福一被寒风吹得 鼻尖微微泛红 心情很好地 同她打了招呼 刚伸出手 准备拍拍她的肩膀 手里就被不太客气地 塞了一只小木塔 少年唇盼 含着警告的笑意 柳公子 拿好你的法器 柳福一望着手里地 收腰塔 明白过来 想必是和好了 又把她当靶子了 到底是大了十几岁 柳福一从来 都把木生 当作半大的孩子 林淼淼更不必说 她心里好笑得紧 脸上却摆出了 真诚之色 别误会 是淼淼借去 镇腰用的 镇腰 屋里摆着她 这么大一尊煞神 还用得着 从外面借法器 木生漆黑的眸沉了沉 瞥她一眼 冷冰冰地等 嗯 我替她玩了 林淼淼往手上哈了气 蹲在雪人旁边 哆哆嗦嗦地 等了好一会儿 几乎冻成冰块 才见到人来 初始时 只看到她的靴子 踩在雪地里 披风脚掀起凌冽的寒风 平白带了一股沙气 她奇怪地抬头 去看她的脸 木生沉着脸来 一眼望见 林淼淼在雪人旁边 缩成小小的一团 女孩抬起头 脸蛋半埋在脸子里 睁着一双信子眼 有些懵懂地看着她 半是无辜 半是差异 心里那股无名火 刹那间阴消云散 走到她面前的时候 又回归了手软乖巧的模样 去这么久 嗯 她含糊地硬着 了百蹲下来 信保式地将两手伸到她的面前 掌心躺了三只长短不一的胡萝卜 丁淼淼吃了一惊 你怎么拿了这么多呀 冬天的植物紧缺 都是前段时间一并吞的 她不爱吃胡萝卜 不意味着其他人也不爱吃啊 木生顿了顿 有些无措的看着手掌 那你挑一个吧 丁淼淼盯着那三根 奇形怪状的萝卜 考虑了半天 挑了个最长的一根 安在了雪人的脸上 淼淼笑出声来 这个不像人 像尖嘴的啄木鸟 她说着 握着胡萝卜拔下来 换了一根短一些的 笑得更厉害了 哈哈 这个像我爹爹 再次拔下来 换上最短的那个小萝卜头 蜜了半晌 语气夸张地问 紫妻 你看 这个像谁 木生已滑稽的红鼻子雪人 四目相对 盯了半天 没盯出个索义兰来 眨了眨眼睛 迟疑的 笑谁 顶妙妙冰凉的手指 在她微微泛红的鼻尖上 快速地一刮 像羽毛扫酷一样 轻挑而怜爱 随即 搂着她的脖子 扑进她怀里 笑得东倒西歪 软绵绵 热乎乎的一团 像你 柳福一回到房间 便被那浓郁的熏香 扑了满脸 急得推开窗 背对着木瑶 笑道 妙妙给你这香 还是不要点了吧 拐熏人的 嗯 背后传来含糊不清的 一声应道 福一 木瑶唤她 声音柔柔的 你每天把九旋 收邀她藏在袖中 不觉得累赘吗 柳福一觉得 她今日的问题 幼稚的很可爱 走过去摸了摸她的脸 木瑶也没有避开 似羞寒泄地垂下了眼 一声不吭 这柔软的模样 格外惹人恋爱 她凭空起了 逗她的心思 我也不是每日 都在她身上呀 察觉到她抬起头看她 才眨眨眼 故意地笑道 哼 洗澡了之后 不就不能藏在袖中了吗 木瑶双眸明亮地 看着她扮上 眸光中 似闪烁着悠悠的心火 顿了片刻 这才低下头 抿嘴笑了起来 啊气 妙妙拍拍 被震痛了的胸口 吸了吸鼻子 眼睛里浮出了一层 湿漉漉的水雾 感觉 头昏脑胀 后脑勺 顿痛的厉害 在外肆意撒花 堆了血人后的第二天 她就感冒了 而且 这次的感冒 来势汹汹 整个身体迅速沦陷 每天灌三四碗热水 也不管用 来这个世界以来 她还是头一回生病 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 都在叫嚣着不适应 整个人迟钝的过分 走路都能撞上柱子 蒸汽向上拢着 热乎乎地扑在脸上 妙妙捧着碗 小心地吹着气 一点一点地 将碗里的热水喝进去 从陌生的角度看过去 她像是叼着碗的小猫 她伸出手去 扶摸她的后背 啊 亲 她猝不及防地 打了个喷嚏 身子重重一颤 碗里的水溅了她一脸 她紧闭着眼 睫毛上还挂着水珠 沐生眼急手快地 将她手里的碗 夺了过去 妙妙醒了鼻子 满脸郁闷地 把桌子和脸擦干净 好点了吗 柳福一坐在一旁 眉心都忧心地 拧了起来 几天不见 就病成这样 这还没出食物 恐怕医馆 都还没开门呢 嗯 没事 林妙妙笑得 眼睛红得像兔子 声音嘶哑 沐生望着她的模样 心里乱得厉害 在碗里添满了热水 轻轻地搁在她面前 顿了顿 扭头冲柳福一 没好气地当 柳公子身上 是什么味道 那股浓郁的香 平白惹得她烦躁 柳福一抬起手 无辜地秀了秀衣秀 不是妙妙送的香吗 喝草就说了 是太浓了些 妙妙的目光迷惑 语调显得软绵绵的 我 柳福一顿了顿 你送瑶儿的香啊 妙妙想了半天 带着浓重的鼻音 喃喃道 我好像 没有送过 穆姐姐什么东西啊 话音未落 柳福一的笑容 慢慢地脸了 一动不动地 看着她三四秒 仿佛灵魂出窍了一般 将妙妙吓了一跳 柳福一背后 一阵凉意 慢慢地爬上来 仿佛被人浇了一桶冷水 她刷得站起身来 大步地朝房间走去 诶 柳大哥 怎么了 妙妙茫然地问 还未等有人回答她 女孩的睫毛低垂着 似乎越来越沉重 身子一歪 猝不及防地 从椅子上 倒了下去 妙妙 牧生几乎是同时扑过去的 伸手将她接住了 怀中的人双眼紧闭 面颊反常地红 她用手背一碰 她的额头滚烫 额脚的发丝都浸湿了 骤然摸上去 仿佛摸到了一块 烫红的铁 瘦成这样 牧生的指尖都在发抖 眼角发红 将人拦腰抱起来 走回了房间 林妙妙迷迷糊糊中 醒过来时 只觉得头痛欲练 呼吸都是灼热的 身上却冷得发抖 厚厚的被子盖在她身上 压得她喘不过气了 这种头昏脑胀的感觉 好几年都没有过了 什么东西凉冰冰的贴在脸上 她伸手一摸 是沐生的手 她一动 沐生便立即反应过来 揽住她的腰 将她扶坐起来 靠在她身上 一碗热水送到了她嘴边 妙妙整个人都像脱了水似的 没有丝毫的力气 刚想就着她的手喝水 低头一看 差点吓了一跳 水面上倒映出她的脸 脸色比她还苍白 她顿了顿 推开完 回头好笑地瞅着她 捏了一把她的脸 怎么了 紫妻 少年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眸子仿佛某种玉石 黑得发亮 不该让你去玩学 林妙妙一时语色 这个世界的医术 大约不怎么发达 才让她觉得 发烧也可能要人命 昏昏沉沉的脑袋里 浮现出了些微的联系 就是风寒而已 国寝辈子 多睡几觉就好了 她清了清嗓子 尾音还有点哑 在她肩膀上拍了几下 笑了 知不记得 我上次都被换腰捅穿了 沐生的紧绷的身体 慢慢地松弛下来 扶她躺下去 乘着床扶下身去 嘴唇在她额头上 渗了渗 莫了吻了一下 摸摸她的脸 轻声道 睡吧 我守着你 香炉里的香转 已经燃到了尽头 见到了一点火星 小二 柳福衣一面推开门 一面快步进门 窗子半放 沐瑶背对着她躺着 一头青丝 若隐若现地 藏在了被褥中 姚二 你最近是不是 睡得有点太多了 她慢慢地逼进了床 猛地扣住她的肩膀 将人翻了个盖 随着她的动作 沈的脑袋 头发和身子 瞪时分离开了 一张惨白的脸 正对着她 面孔上只画了一张 血红的唇 唇角一直裂到了耳根 仿佛在看着她笑 床上是一只等大的人偶 她倒退两步 浑身上下如坠冰枯 想到什么似的 压了一下袖口 本来装着 九旋收腰塔的地方 光当一声 掉出了一只木偶 同样画着血盆大口 傀儡树 屋里一时 安静得过分 向她半生自负 竟然被一个冒牌 或蛊惑 被这小小的法术 给玩了 木遥 九旋收腰塔 骑沙阵 端阳 怨女 数个关键词连成一线 柳福一的脸色 煞实惨白 她望着虚空 在原地沉没了数名 迅速回过了神 袖中三张符纸抖出 在空中排成一线 摇破食指一笔划过 一笔金黄色的光剑 在空中凝成 她反手拽下了杖子 持剑一劈 床板仿佛被什么东西 烧焦了 茲子裂开 冒出了一阵烟雾 旋即被劈成两半的床 左右分裂开来 咣当一声 砸在了地上 床板仿如棺材盖 推开以后 阳光射进了阴暗处 她一眼就看见了 底下露出的人 小儿 她将人世不显的沐瑶 从地上抱起来 颤抖的手 探了探她的鼻息 在她虎口处 用力地捏了一下 怀里的人皱起眉头 嘴里喃喃地道 这 戴睁眼看清了她 沐瑶淡色的双眸中 盈满了绝望 她来过了 抓紧了她的英雄 手指将的布料 都捏皱了 艰难地出声 福一 这 柳福一反握住她的手 定定地放着她 我知道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 第一百一十几 夜晚 浓雾见声 笼罩了竹林 眼冒金星 喉咙里的铁锈味 弥散不去 仿佛被人掐住了脖子 又用铁链子 穿透了胸膛 每呼吸一下 就是钻心的痛 浑身上下 只有手指能动 盲目地摸索着 地上的草根翻起 露水沾湿了掌心 前几天下过雨 泥土潮湿冰凉 将指尖动得生疼 她将食指 狠狠地插入到泥土中 把自己快散架的身体 支撑起来 一点红光 映在她苍白的脸上 额上的冷汗闪着光 她感受到了身旁的热浪 难以置信地回过头去 以茂密的竹林为分解 一面是幽深的叶 一面是颇天的红 红光最浓处 化作霹雳作响的火焰 火蛇舔视着青颓的防凉 滚滚的浓烟冲天而起 混漱了浓雾处 刚才还在穿梭行走的人 像是被烧焦的蚂蚁 横七竖八地摆放在泥地里 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离她最近的一个 白衣已经染成了新红色 那张死不瞑目的 亚异的脸 她熟悉 是白鸡 上午见了她 还在笑着 问她想吃什么 火光在她乌黑的眸中跃动 她睁睁地望着 像是被冻僵了 她此刻的表情 像是被猎人 一见穿心的兔子 小声卡在喉咙里出不来 她本能的张口 先移不出来的 却是玉及在胸口的 浓稠血液 她撑着地 不受控制地 吐出了一口黑血 肥肃的眼珠口 目光沉滞地下落 一张燃血的符纸 被风卷动 上面的字迹 蜿蜒蜂 如迷宫一般 占领了整张符纸 华丽 而诡异 哼 小生儿真厉害 比娘还厉害呢 带着笑语的声音 悠悠地响起 娇滴滴的 风渐起 穿梭在竹林 消声震震 竹叶如雨落下 擦过她的尖头滑落 滚滚的浓烟被风吹散 化作天边浓重的乌云 她大红的裙摆 在风中飘荡起来 如同一朵 艳色的茶花盛开 女人妖媚的脸蛋上 不慎沾染了几点血株 除此之外 她几乎光鲜亮丽 不染尘埃 她低头看向自己的手 指尖已经在颤抖 鲜血混杂着泥土 污浊不堪 片刻之前 这里还是井井有条的幕府 她都干了什么 隐约只记得 月光极亮 在她的指导下 漫不经心地 画了反写符的最后一笔 随即感受到体内 一股巨大的力量爆开 几乎将她整个人撕成两半 她瞬间被气浪击飞出去 险些被难以控制的能量吞没 在睁眼时 便是这幅景象 死寂冰冷 唯有火焰的琵琶声 仿佛一场荒唐的噩梦 今日 是她练习 以写绘制反写符的第一日 原以为 这符纸不过就是比寻常法术强了一点 她单薄地身子站立起来 脸色惨白如指 不是 我不是 不是想这样的 女人眼里 哄着她 骗着她 教了她整一年的反写符 到现在 她才有些懂了 这档口 前头外絮 像是鱿鱼 没命地 撞着技箱 轻覆的船底 胸口闷得网 竟然有些想吐 她咬住了嘴唇 只咬的唇指尖 都是血腥味 我说什么了 她猛地掐住了她的下额 朝那燃烧着的废墟 扬了扬下巴 半是怜悯 半是挑衅的 倾笑的 你看清楚了 那些人 都是你杀的 跟我有什么干系 恩将仇报 养不熟的白眼狼 她的目光 微微后措 落在了她的身后 松开了手 一兴阑珊的 呢喃道 还有一只 漏网之鱼呢 她猛一回头 刚回来的木窑 立在一片废墟之前 一动不动 少年死死地 盯着一片火光 失了声 身形单薄的 仿佛风一吹 就能吹到 女人掏出绣剑 团圆去吧 剑尖而飞得 几乎看不见 闪过了一星寒光 法器一师 木槐僵的 威射力巨大 阿姐 心几乎在 喉咙里跳动 她在绣剑射出的 同时 扑了过去 绣剑带着寒风 嗖的射在了 她的肩膀上 两个人被这一剑 生生地灌倒了 木窑这才惊醒 一把拉过她 护在身后 脸色煞白 白衣容 你疯了吗 又一只绣剑出手 女人栗色的眸中 带着冰冷的笑意 娘 她身壁挡在 木窑身前 不知是冷 还是绣剑上的毒发 她浑身上下 都在打摆子 娘 求你 求你不要杀阿姐 木生 那么多人 你都杀了 女人似乎是看到了 什么有趣的事情 轻轻地笑了起来 现在 又装什么好人呢 她的嗓音 已经哑了 娘 谁是你娘 女人的箭头一片 对准她的额头 嘴角冷冷地勾起 笑不是你有用 何必留你性命到清点 早就该死了 灭中 绣剑破空而出 瞬间往她的命门上去 冰冷的箭头 挨住了她额头的瞬间 气波震颤起来 空气中 荡开了一大波的涟漪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 生生地斜住了剑 将那箭头 向旁边一掰 巴搭 剑落在了地上 小生儿 天地间 回荡着她的声音 温柔地 带着一点淡淡的哀意 拖出了长长的回音 她茫然四顾 她在各个角落 如雾笼罩 又如雾 即将地消散 是她 身旁木瑶的身子 晃了往 先倒下去 随即是她 一阵风拂过她的额头 如同谁的手 在轻柔地抚摸着 所有的树木 树叶同时摆动起来 抹去她脑海里 全部的火光与血迹 孩子 不是你的错 跟姐姐走 晃了今天 连羊一起 都晃了吧 她如烟花 粉身碎骨 神行俱灭的最后的一刹那 天地万物 都甘愿 替她传话 阿胜 开开门 阿胜 出事了 她靠在床头 茫然地睁眼 眸子一动不动地 放着虚空 许久才有了焦距 稍稍一动 玉姬在胸口的情绪 化作污血 目的从嘴中涌出 她伸出袖子 擦了擦嘴盘的血迹 回头一望 床上的女孩 双眼紧闭 尚在昏水 脸色依然因发热而通火 嘴唇却苍白 她的手 紧紧地攥着她的衣袖 她冰凉的手 附上去 包裹她滚烫 手背的一瞬间 理智 才慢慢地回归 她冷静下来 松开她的手 轻轻地放在被子里 去开门 有服依了摆 坐在了床边 嘴角都起了血泡 即使妙妙还没醒 她依然刻意放低了声音 飞速地吐出了一连串 令人绝望的消息 选女假扮摇耳 窜赶了七沙阵 拿走了九旋收妖塔 我们被困住了 沐生安静地听完 抬眼 漆黑的眸望着她 改成了死局 柳福一没料到 她一语中地 张了张口 没说出话来 猝着眉头默认 沐生沉默半声 出得去吗 柳福一长久地望着她 轻轻地摇了摇头 林妙妙是被系统惊醒的 她尚在昏昏沉沉的 身边中 系统突然在她脑子里 放了整整三分钟的 掌声喝彩音效 活生生地将她炸醒了 她茫然地睁大眼睛 盯着帐子顶 欢呼之后 传出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女声 恭喜传说任务人 林妙妙 盛无一圆满完成 接断奖励 扶咒无效令 请再接再厉 林妙妙反应了半天 扁了扁嘴 抓住了枕头 猛地一扔 几乎要哭出来 盛无一已经完成了 也就是说 她费心费力 设置的那个通道 根本就没有用 收摇她已经到了怨女的手上 而她们 已经被怨女困在了死局中了 兜兜转转 无论她如何地奋力挣扎 绳就走回了援助的结局 七天之后 就是第一次容担 林妙妙束着耳朵 耳边 柳福一还在忧心地说话 诺大的阵 包裹住了整个宅子 不仅仅像是牢笼隔绝进出 更像是一只巨大的胃 要将里面的活物 一点点地消化殆尽 被怨女动过手脚的七沙阵 就是这样的死局 每隔七天 何容一次 集中消灭阵中的猎物 视为荣丹 会法术的人 拼尽全力 熬不过第三次 像她这样 不会法术的普通人 连第一次也熬不过去 沐生文言 目光果然落在了妙妙身上 就没有别的办法 柳福一欲言又止 尖了口 沐生看着她的眼睛 只剩那个办法了 是吗 柳福一摇头 不到最后一刻 不要往那条路上想 她伸出手拍了拍沐生的尖 眼底含着一点坚定的光 别担心 我和你姐姐在 沐生罕见的没有躲开 只是安静的 叶了叶妙妙的背脚 线长的睫毛垂下来 她已经烧了第三天了 柳福一伸出手 摸了摸妙妙的额头 被这温度吓了一跳 厨房里还有些药 沐生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眸中翻涌着复杂的情绪 睫毛动了动 你说会不会是因为我 不会 柳福一刹那间 明白了她的意思 猛地打断 你别多想了 即便真是如此 在这个当口也不能说 少年露出个硕有似无的 自嘲微笑 垂眸不再言语 丁妙妙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手脚发凉 还在思考刚才听到的对话 那个办法 在捉腰里面 死局并非不可破 实在走投无路 只要来一个人钻进阵溪 以身际阵 其余的人合力破阵 并有机会求得一线生机 不仅是应付这个被改造的七沙阵 破任何一个阵 都可以用这个通用的办法 但是 他们四个人 就像是桌子的四条腿 少了哪一条 都会让原本平稳的局面失衡 所以柳福一才会说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考虑此法 原著里 沐生暗中与院女联手 阻挠主角的幸福之路 致使沐瑶和柳福一 被困在阵中 两人生生地 熬过了两次容胆 实在没了办法 沐瑶为了保护所爱 决心牺牲自己 悄悄地寄阵 就在生死关头 黑化的大反派 沐生不知怎么想的 一声不吭地钻进了振心 代替了二姐赴死 女主角因而保下了性命 沐生的心态实在过于优微 难以解释 或许 她还是舍不得看沐瑶死 或许 她早就不想活了 总之 男二号兼反派二号 以这样的方式成就了男女主角的幸福 当时 丁淼淼还为她流了两行的眼泪 只是现在 只要一想起这个结局 算了 想都不能想 这一世 沐生的人生轨迹 已经和姐姐脱开 应该 不会再干同样的事情吧 系统 她的睫毛 烦乱地颤着 将手腕搭在滚烫的额头上 这么烧了三天三夜 她觉得自己的脑壳里 烧了一锅脑花 我为什么这么难受 系统提示 宿主的身体状态 为剧情安排 并无特殊情况 请宿主稍安勿躁 继续任务 提示完毕 妙妙暗骂了一句 又在热浪中昏睡过去 沐生将她的手腕拉下去 掀开被子将人揽了起来 解开她的中衣细带 露出女孩白皙的缩骨 她用沾了冷水的手帕 从她的脸一直擦到了胸口 怀里的人不安地动了动 伸手搂住了她的脖子 耍赖地抱住了她 妙妙的嘴唇都是滚烫的 闷闷地贴在她脖颈上 随着说话 微微地震颤 冷 冷死了 沐生顿了顿 抚摸着她散下来的柔软长发 乖 要降温 再这样烧下去 用不着等第一次溶蛋 她的身体就先垮了 林妙妙搂着她不撒手 明明烫得像个大火炉 身子却在发抖 嗯 你是凉的 少年的眼底通红 小心翼翼地抱着她 合上眼睛 睫毛颤颤 轻轻地 吻在了她的发地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